988聚焦东盟 3月4号星期四的988聚焦东盟 你好我是Cynthia新锐 带你关注东盟大小事 首先我们就来关注缅甸的局势 东盟各国日前就以视讯的形式 召开了非正式外长会议 随后也发表了 东盟轮值主席国声明 对缅甸局势表示关切 同时也是呼吁缅甸各方 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那上面就指出 东盟是一致认为 任何一个东盟成员国的政治稳定 对于实现东盟共同体的和平 稳定跟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东盟也已经做好准备 将会通过积极和平 跟有建设性的方式 为缅甸提供帮助 而在缅甸 当地民众是继续走上街头 抗议军事政变 在最大的城市仰光 示威者们现在是佩戴着头盔 用竹竿跟杂物 筑成这个路障 朝着警察房间喊口号 跟唱歌 尽管军方指示 安全部队在驱散抗议者的时候 要避免使用实弹 但是军警是再次释放了催泪弹 也再度开枪镇压 是造成至少20人受伤 其中三个人伤势严重 另外纽约时报就报道 一个月前靠着军事政变夺权的缅甸军方 已经开始采取更加复杂的工具来固权 例如以色列制作的监视用无人机 欧洲的iPhone破解软体 以及美国的网络骇客工具等等 那纽约时报也是拿到了缅甸政府过去两个会计年度的预算档案 当局对于取得军事及监视科技是相当的热衷 包括了内政部跟运输通讯部都列出 采购能够挡毁手机和电脑 追踪某个人的及时定位 以及窃听对话的科技预算 而目的就是在于打击洗钱和调查网络犯罪 受到冠冰疫情的影响 各行各业都大受冲击 在中国去年有至少100万间实体小店 因为经营困难而倒闭 那根据企业资料查询网站 企查查的数据就显示 去年1月到11月期间 吊销注销的实体户一共301万家 即使是排除了网店跟流动摊贩 小店倒闭的数量也是达到上百万间 那尽管如此呢 我们看到这波疫情却无阻世界超级富豪的人数 持续上升 先跟你科普一下 所谓的超级富豪呢 就是指那些资产净值至少3000万美元 也就是超过1.2亿令吉的人 那新加坡的这批超级有钱人 他们的数量在疫情期间不但没有大幅度缩水 反而是强劲走高 2021年财富报告就显示 新加坡去年的超级富豪比2019年增加了10%或是345人 总数是3732人 而这也让新加坡富豪的增长速度排名全球第三 仅次于中国跟瑞典之后 不过呢 如果以人数来看的话 全球最多超级富豪的国家 依然是美国有超过18万人 而接着是中国接近8万人 相信很多人都试过手机造车服务吧 应该没有用过也会听过的 那中国研究团队最近就发现 实用的手机越贵 造车价钱也可能会越高 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孙金云 日前带领着他的团队进行了一项 手机打车软件的这个调研 团队呢 就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跟重庆 电造车大约800次 一共花费5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大约3万令吉 那结果就显示 如果是用苹果手机的话 是更容易被专车跟优享这一类 更贵车型接单 也就是代表说 打车的价钱就越贵 而其他的手机品牌呢 则是手机越贵的话 就越容易被更贵的车型接单 那与此同时 这个研究团队也发现 实际的车费呢 比预估的车费要高 这个情况呢 占比也高达80%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报告结果呢 是引起了中国网民哗然 很多人就批评 这到底是什么操作啊 这简直是价格歧视 那也有人建议 中国相关部门呢 应该要加强监督 并且是完善有关法律 好了 今天就跟你跟进到这里 我是Cindia新锐 聚焦东盟 约你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